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 曹空先生 他的 宋女来继续的讲这段历史 我们知道 很多的人都知道 曹空总统的会选案 到底这个会选案的真相是什么呢 今天 曹女士会详细的给大家 讲清楚把这个颠倒的历史 重新给颠倒过来 恢复历史的真相 那么呢 请这个曹女士呢 可以继续的来讲一下 先再次的介绍一下你的祖父 然后呢 就重点讲一下这个会选案 好 大家好 我叫曹地方 我的祖父是中华民国 第三任民选大总统 曹空大总统同年时期 受传统的私塾教育 从小就奠定了良好的儒家思想 天性朴厚 晖阔豪迈 人人乐与之亲近 落落不拘 小绝 多年 居乡好为人排友姐 分 由好为大言 读书聪明 记忆力极强 他谦虚谨慎诚实善良 精通武术 好交朋友 有怜悯同情之心 他身高一米八九 英俊潇洒 是位非常阳光的大男孩 初经营商业 集资谋生 十九岁 参军入伍 二十三岁考入正规的国家军事院校 天津武备学堂 又名 北洋武备学堂 成为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 曹均在天津武备学堂接受了五年中外教官正规军事科学 儒家思想的教育 如天文物格数学化学等普通课程和兵器筑成测绘等军事课程 此外还安排学习外语与精史课程 曹均以非常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 李胡璋总督亲自上报朝廷天津武备学堂 首期最优秀的学生奏折 学生支柱者有 段祺瑞 冯国璋 王世珍 段之贵 陆建璋 王湛元 雷震春 王怀之 曹坤 李纯 蔡承勋 曹坤名列其中 这个参见张国金 北洋从政 北洋军阀起源 杜阳河边 张国金 文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第五页 1890年 曹坤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 这位优秀 英俊 威武 正直 诚实 善良 满怀热情的年轻军官 在他日后的军旅 生涯中释放出更加灿烂 瞩目的光芒 同时也为中华民国实现 宪政民主法治国家的正确转型 做出了巨大贡献 祖父的一生都是在为国家 为人民献身 宣统三年 辛亥 春日 东北鼠疫流行 北至哈尔滨 南至辽审 公以第三阵 全师 帮助防鼠疫 劳怨不辞 坡助攻击 中外称颂 东北的冬季非常寒冷 我的祖父自掏腰包 为部队的将士们买皮护尔 为士兵保暖抵御东北的严寒 宝丁玉大饥荒 我祖父千方百计的具体灾民 1919年 祖父在宝定 创立了河北大学 聘请全国著名的教授来执教 都是祖父自掏腰包 来提高国民素质 在军中 祖父聘请著名的武术 大师童忠义先生做教官 提高军队素质 据蒋庭拔回忆 丁文江说 若干年前 曹坤检阅他住在保定的军队 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 发现有一名士兵在阴气 曹坤停下来问 你怎么了 为什么哭 士兵说 刚收到家信 说他爸爸死了 他远在部队 无法回家奔丧 曹坤说 不要哭 不要哭 我给你五十块钱 我给你五十块大洋 回家葬你的父亲好了 进完教道 再回来当兵 说完 丁文江问讲 如果阁下是那位士兵 遇到这类这种类型的长官 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坤的感受一样 你能不忠于他吗 能不感恩图报吗 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以依靠的人吗 在民间素养祖父的故事太多了 中国南京历史大安馆和台北 台湾国使馆保存曹坤大总统的履历 记载了他从一位士兵成长为将军 到大总统的光辉历程 他连年立功 连年受奖 连年受提拔 他忠于国家 忠于国家军队 忠于人民 他的履历非常辉煌 已达到完美一致最高境界 袁建为国家档案馆一手史料 在南京民国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国使馆馆藏 这些珍贵的一手史料 足以把政敌骗子编造的谎言彻底击垮 1938年曹坤大总统不幸去世 中华民国政府官方对曹坤大总统的评价是最高的 其中有一句 曹公是长官以忠职代部署 以恩后遇其辈 以诚恳雇其终生 无仇仇 说明祖父一生 爱民如子 没有仇人 民国政府令 其中 金哲老成勇士 真道诸身 允明 允义 明令 宝阳 包扬 适资当事楷模 特先 颁增华咒忠良 点额一方 证明曹坤大总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著名世界外交家顾一君先生曾做过曹坤大总统的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 顾先生的一生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服务现身立下汉毛功劳 到老了也不忘著书赞扬赞扬曹坤大总统 顾一君先生称曹坤大总统 灰红大度 敬怀开朗 是天生的领袖 具有领袖品质 顾先生 评价当时的政局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视民主为儿戏的政治局势下 黑白之间本没有明显的界限 但无论如何 就这次选举尔论其中参加着许多流言议策和谣言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将军曾是曹坤大总统的部下 他亲身参加了北京政变 他始终对这个政变持否定态度 徐永昌将军德高望重 他曾代表中国政府与密苏苏里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的投降 徐永昌将军始终为曹坤大总统抱不平 他晚年著书仍赞扬曹坤大总统 对强加于曹坤大总统的会选 致说始终愤愤不平 并予以反击 徐永昌将军在求几斋回忆录中说 曹坤大总统财政公开 人事公开 用人不宜 宅心人厚 太度坤大总统财政公开 为曹坤大总统定位 比之历代 与云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选自习永昌将军 转 好 关于这个会选呢 实际上成为操控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点 也是国民党共产党 其实就是不稀有的罪名 对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刚才做的也比较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 就是详细的来说呢 我刚才听了就是 实际上是补发一个欠薪的问题 就把那些国会议员他的欠的心给补发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个后来变造出这个汇选的这个事情 现在一搜索操控的话 马上出来的就是操控汇选 你说这种历史上的这个错误也好 变造也好 它是怎么形成的 你再详细的讲一下 好的 那我先说一下历史背景吧 当时呢就是孙中山和北京政府 从那个从民国一开始 他就他就想篡位 他当年是大总统 他第一个跑到南京去了 他去那个叶陵去了 他就那个那个 朱元璋那个墓 他是反清复明的 然后呢他下了台以后 他还自己编了一个那个临时约法 他已经下台了 他弄个临时约法 他本来他做大总统的 临时大总统的 他要总统制 袁世凯一做临时大总统的 他弄个内阁制 他就要把那个 把那个 袁世凯啊 变成个虚位 然后他窜上去 他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临时约法漏洞百出 从那以后 他使了好多坏 一会把宋教人弄死了 一会又这 那二次革命啊什么 一共弄了四次战争 就是这个 这个孙文 他四次战争 史学家说的 都是错误的 那当时就在1922年呢 就是历史背景 孙中山为了表明 天下为公的心计 多次对世界 对外界啊 发出话来 只要独裁的 北洋政府 徐日昌下台 他孙文也下野 1922年6月2日吧 北洋总统徐志章 在巨大压力之下 宣布辞职 于是这一时间 社会各界纷纷致电 孙中山和广州 非常国会 呼吁孙中山 实现与孙中山 同时下野的宣言 实现国家共和统一 其中呢 北大校长蔡元培 还有胡适啊 高一涵啊 等200多 多位啊 那个名流 甚至联名要求 孙中山下台 但出乎意料是 孙中山 断然拒绝辞职 顿时社会各界吧 大失所望 孙中山最后被 被广州的军民给赶出去了 所以呢 就是国家和人民 渴望那共和宪政和平 统一 尽快实现拥护国家立宪选举 实现和平统一 孙中山表面 拥护和平统一案地里 他却和苏俄 勾结一起 他要求苏联红军 出兵进攻北京 消灭北京政府 这是1922年 那个 他这个 在五年前 就开始和苏俄勾结了 那学者呢 那个杨奎松 先生在民国人物过眼路 他这都是一手史料 史料都是解密苏俄的 1922年 十月上旬 孙中山 第一次亲自向苏俄代表 岳飞解释他 关于西北 创立军事基地 组织军队联合 苏俄红军进攻北京的设想 他主张一方面请苏俄提供援助 在东土耳其斯坦 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 革命军队 另一方面呢 请苏联红军秘密配合 这支军队向北京内 向中国内地发起进攻 那这选自那个 民国人物过眼路 作者那个杨奎松 这是第110页 孙中山要求苏联红军 进攻北京 岳飞和马林 是这样答复的 除非孙中山能够成为 中央政府的领导人 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 要求苏联出兵 否则苏联红军 绝不会轻易 绝不会轻率地进入中国 孙中山不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 没有资格要求苏联出兵 但这并不能放弃 孙中山要求苏联出兵 进攻北京的计划 孙中山认为 这是他快捷上位的 快捷上位一条路径 孙中山绞尽脑筋 制造了一个 内阁中央革命计划 孙中山派其 头号特务 孙福 黄福混入中央内阁 图谋以中央政府外交总长的身份 要求苏联出兵北京 向为北京政府 混入内阁的黄福和国民党特务的轨迹 诡异行为引起国会的质疑 国会要求 总统连红总理张绍增和外交总长黄福 到国会接受质询 由于特务张绍增决定不理睬国会 事情越闹越厉害 变成了国会与政府之间的争议 黄福被迫辞职 孙中山的内阁中央革命 要求苏俄红军出兵 进攻北京的图谋失败 这就是 这是孙中山中央革命里头的 内阁中央革命 然后呢 他这个失败了以后呢 他就 他就是 另外一个阴谋又开始了 他在北京呢 他在上海呢 他另立国会 他在上海另立国会呢 他花重金收买他的同伙 他同伙呢 他每月工资是一千大洋 每月是两千大洋 他收买他的同伙 他同伙呢 在上海呢 接收这些国会议员用重金 这个北京在这边拉拢 又诱惑 说我给你五千块钱 等我们事成之后 再给你五千 就这样吧 很多就是 没皮没脸的那些议员 都跑上海去了 还有那些护法议员 孙中山的嫡系嘛 他们都跑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 他两次 他那个写信 催促这些国会 快去到上海 自由集会开会 他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因为当时规定的国会开会 都是在北京 他为了让这些议员选他 他就把议员都往上海那边骗 还用重金 他这才是会选了 结果会了半天 也就二百人 一百多人到了上海 不够法定人数 那他就是开始 他就是制造中央 那个混乱的局面 他就让他那特务 叫张绍增 是内阁总长 让他辞职 制造那个北京政府 没有内阁的那种假象 然后呢 控制这个李元宏 这个 那个参议院的 那个副院长 叫王正廷 带着一帮人 说李元宏 他的总统不合法 他没有资格 那个组阁 本来颜慧庆 是那个 颜慧庆 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家 李元宏大总统呢 本来已经决定了 让那个颜慧庆组阁 但是呢 国民党 不让这个李元宏 阻隔 而且呢 孙中山呢 派特务 薛碧杜 去找 那个冯一祥 早晨七点半 就到他那了 跟他密谈 密谈 俩嘀咕嘀咕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冯一祥已经 被策反了 那他们的理由 就说呢 李元宏每月 他说 他少挣很多 少挣12万块钱 他说 当这个大总统呢 就是挺赔本的 那就是说 既然李元宏 冯一祥 既然李元宏 有这么多钱 那我们明天 去那个总统府 索新去 上李元宏 这是6月3号 6月3号呢 就是冯翔组织 连长以上的 的那个 带着兵啊 都去 都去那个 那个 连宏家 那个 索新 他们就是这样 从3号 一直到了13号 而且 把那个 连宏家的 那个水和电呢 都给停了 弄了 就是 已经成了暴力所心了 李元宏给 一害怕 就吓着 就走了 走了 这个 这个冯一祥呢 就派王成斌 去那个 去那个 结这个 李元宏 让他把 那个印呢 什么都 都给交出来 那李元宏呢 当时 就是当时 已经给挤了走 他就想到天宁 去做大冯统去啊 反正他这个印呢 就搁到那个 北京的一个 他的一个 一个 太太那儿了 哥那儿存着 他也没交出来 那王成斌呢 就把他那火车 给卸了 卸了呢 让给他写了一份 辞职书 然后让他把那个印交出来 就弄得很暴力很暴力的 最后 逼得那老头啊 把印交出来了 辞职书也欠字了 才把人家放走 给人家就是弄了很大的 很大的就是精神 精神那个 精神危险吧 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呢 这些都是在冯祥日记上写的 那个薛碧度怎么和他密谈 他们怎么说的 他怎么 他那个七点钟和那薛度 七点半和薛碧度密谈以后 八点半就下命令 去索想 去索心 这个每天啊 他们干什么 每天这些人 都来给他报告 都向冯祥 一直到了 把那个印追回来 那个把连红大总统放了 都写在那个冯祥日记上了 所以呢 这个冯祥呢 他这时候已经是叛变了 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同盟军 所以这个我祖父呢 他是在宝丁 他对北京的事情完全不知道 他宝丁他是在那边锤 他有他的事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冯一祥呢 他其实是那个 另外一个国民党的特务 叫张绍增 他为了配合那个孙中山这个中央革命 就把那个冯一祥呢 从河南调到那个北京 让他守卫北京 他守卫北京呢 是做那个孙中山这中央革命的内应 他是个两面派 谁也不知道 他是那个 他打着啊 直系的旗号 实际上早已经叛变了 他在那书说 我早就是孙中山的那个忠实信徒 他那个日记上 从那个 一年二二年啊 就开始和国民党的特务们来往 都是以传教的方式 孙中山呢 还派那个孔强西给他送 送各类那个 那个什么 他写的那些书 那肯定都是属于不合法的 合法的那国会才写了 他写的是他那叫三民主义什么 这些都是很非法 没有人承认 都是你东西是我的 我东西是我的 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他写的是这样绕合人的东西 那个冯一祥 一看着贪婪 贪婪无比 他在河南时候啊 就是那个薛碧杜 薛杜碧 就是也是那个 孙中山的特务 太到冯一祥身边的 就和他合谋 把那个 河南的都军 赵涕给抢了 就给他练了一次兵 抢完他东西 分了他东西 财产都搁了那个冯一祥的腰包里了 然后呢把他房子变成了那个公共场所了 什么那个就是就给了老百姓了就这样 他呢在那儿就是做这个事啊 其实已经是违法了 那是他练兵 然后让他来北京呢 他已经有过那个集训了 所以呢他抢故宫啊 都非常清车熟路 这个所以这个 这个 李安宏呢 就是 完全是孙中山的主意 他要把 他的中央革命的 那纲领就是 推翻 总统 内阁和国会 那个 那个张晓增是那个当时的内阁总长 他配合孙中山 那6月6号他就辞职了 那这个 内阁辞职了 总统给推下去了 国会也分裂了 弄了一帮上上海了 孙中山他就是 他就是 一想 这中央已经完蛋了 他可以 他可以 那个 那个 借这个机会就上位了 可是呢 国会议员啊 大多数 绝大多数是好的 不为他的那些 金钱所利用 还是在北京开会 所以呢 就一直坚持开会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12年10月5日 国会参众两宴 依照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 开选举会 出席人数590人 曹坤以480票 依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民国12年10月10日 曹坤大总统乘火车从保定 到达北京 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和国会 宣述就职并颁布了 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距今已有97年 依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现在引一个顺天时报 刊登了一条 刊登了一篇 题为 《基欠国会税费之总计》的文章称 据国会方面消息 政府基欠两院 民二民六及民十一 税率费 每人合计4600余元 按报道的议员人数计算 非有 320万元现款 不能应付 以今日政府财政状况 维持现状 上述岌岌可危 又如何筹如此特别款项 但议员们面对于 议员方面过于逼迫 绝不让步 新任财长认为 欠费应该补发 但因财政窘迫 只能分期 筹拨 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议员 索新风潮叠起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众议院议员集体致电 致函 议长吴景连 索新事件 含约 连博 议长大见 其者 同仁等 聚处经门 生活 堪难 端阳节 官 锦发 献阳 百四十元 至今又经 粤鱼 查无消息 等人现状 苦难维持 急迫万分 请问阁下 究竟 有维持 本会 知能力否 如 自揣财 不足 以计时 赤不足 以 相辩 应辩 既请明示宣告 同仁各自 回本集 另谋生业 以免流离 京士 行同 恶伯 代修国会 而滕孝 有邦也 否则 辞职让贤 勿施首席 亦无不可 为直视图之 此送 亦其 众愿同仁 恭祈 从 含见可知 因长期 欠薪 一元生活 受累 以愤怒 到要求 吴景年下台 甚至威胁 要离开一场 另谋生路 的田地 过去总是说 吴大头 包办 大选 实际上 吴也 有其 无奈 和苦衷 就拖欠 税费 而言 直接原因 在于政府 财政 亏控 无款 发放 并非 前到了吴的手里 扣下不发 这个是北洋史料 武警连卷 第一 第七百八十六页 对 这是史料 这个 一般的 都能查到 所以国会议员 补发 欠金 早已得到 总统 财政总长 和内阁的批准 同意 合理合法 没有问题 1923年10月5日 国会召开 总统大会 当国会议员 达到法定人数 由国会会科 以支票的方式 向每位 道会议员 补发 政府欠金 5000元 同期 民国政府 首先为北京的军警 补发欠金 然后才是为国会议员 补发 欠金 为什么先发的 不为说成是会选 后发的 却为说成会选 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关于 朝空会选的 这个历史冤案呢 基本上 已经给讲清楚了 前因后果 那么我们下次呢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 朝空到了 总统之后 很快呢 比冯玉祥 孙春珍 等人呢 怎么样赶下台的 一个情况 今天呢 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曹女士 好 谢谢啊